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Glad Tiding 传出他们半世纪以来最轰动的消息 就是Gladi离开这间假会 他是主任牧师 他离开了 很震惊 他离开了 后来有很多说法 基本上最多人说的其中一件事是他原来同性恋者 我不敢肯定 我只是把别人告诉我 我告诉你 但是一定是道德上的罪 他们肯定了 事实上 有些人跟我说关羊是性方面的 但真正落实他是同性恋的 是几个我很熟悉的 很资深的在这间教会的负责 当时我是小孩 但问题令我很震惊 我刚刚还有两个星期离开 我的名字叫Leves 所以我每次离开时都很特别留意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如果 记得的话 我真的去到 Dorn Dorn Manetta 这个Church 我又是离开了那里之后 没多久那间教会又折卖了 牧师就走了回去找哥华 所以我的离开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 这么夸张的 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半个世纪不会发生的事 会在我离开那日子 发生的 另一次的离开 就是我真的完整在加拿大 然后真的回来香港 去跟 乐斗师母结婚 我回来香港正式 去开展我的视访的时候 我上机之前 那几个小时 就是加拿大石安教会 的团长 我就是副团长 年轻人的 正团长就撞车死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的离开 好像有了 一些 很重要的讯息 是我一定会听到的 当然我不是脚步 但问题 真的是这样 是有这样的事发生的 所以我第一次 去Dorn Manetta 其实那几个星期 我开车的时候 其中一样 仍然在我脑子当中 一路 打转的 就是 Gladi 离开了教会 突然走到牧师 所以 我在多仁多 完了8个月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件事的后遗症 后遗症就整间教会 收工了 很多人离开 一对对的 家庭 联群结队 走 而实际上 在当中 被我学了第一个教训 真的是知道 如果一个领袖 不检点 不小心 在这些罪当中 跌倒 对人家的影响 真的大得 很重要 真的 但是 他在不知情底下 其实那个破坏力 比他死亡 OK 我可以肯定差不多 就是说 就算Gladi 即时死了 当时 和他现在被发现犯这个罪 然后甚至 离开不做牧师 对教会的破坏力 相差了10倍 他死了反而 没那么多破坏力 反而跌倒更多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从那时候开始 上上都作过的讨告 就是我都跟大家分享过 我通常说 就是 来源就是来自 我见到这件事 因为 因为在当时到现在 已经是30年后了 那个破坏力真的很大 这间教会从此 就一蹶不振 他由2000人的人数 跌到后 我所知最少人数是400人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再少 这个数字 跌到少到 直到400人 教会当中 很多东西都要cut 很多全职都要cut 很多工作都cancel 就是因为这个人 犯了一个这样的罪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学到的 教训 但第二个学到 在同一件事 学到的教训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Gladi跌倒之后 就跟着 因为一蹶不进 所以跟着很多其他牧师 Duncan牧师 Kihezo牧师 很多来 接手 到手工 都告终 都直成是 顶不了 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 竟然就是Gladi 除了留下 这个失见症 而导致那个破坏力之外 就是 另一点 就是留下 一笔债 而这个也是 给我一个教训 我知道 怎么都不可以借钱 所以在想起 圣经当中看到 这些经文 我就发觉 哎呀 原来圣经一早有讲 如果教会知道 而平时遵行的话 就不用搞成这样 就是跟着 出来的牧师 可以说 以我自己平心而论 Gladi 跟着再请的 所有牧师 都比当时 Gladi 但是他们全部 没用没尖地 就是因为 那笔债太厉害了 因为打击 导致经济崩溃 并且这个崩溃 导致他们的债务 上升 而跟着之后一直 都 都搞到一窩窩 那个问题 不是牵连到十几个月 不是十几年 起码 在我所知 十几年内 完全都没办法 没办法 再解决得到 而导致 我所见亲眼见的 CBC 就是 我所说的 这些 在加拿大出生的 这些中国人的年轻人 本来他们有非常大的潜质 真的可以改变 加拿大 改变 温哥华的 起码 因为本来他是我哥哥姐姐 我看他们的信仰 的级数 他们对圣经的认识 他们那种的单纯 那种程度 是真的远远超过 我所见的 华人那边搞的 加拿大食安教会 这是平生而论 因为本来 我去不同的地方 我都是做观察的 我又不是想着 观察了之后去批评 或者评论他们 或者攻击他们 最主要是 观察的时候 分析的时候 所看到的 事实上 但是问题是 因为西人那边 完全依附了 在西人教会那边 所以他们受的打击 大到 是 是想象不到 就是 一个类帝 就是 我所见的这些全部 在信仰上远远超越我的 这些弟兄姊妹 可以说一蹶不振 很多时他们甚至 变成散沙 并且很多的 负责人都离开了 所以这是给我的第二个教训 就是 教会原来 一定不能够借钱 因为 一借钱的话 是一个不断尾 本身 我可以 差不多可以说 肯定 如果当时 这间教会 负责人 负责人 就算走了 OK 那些人受伤害 但是如果不是 借这笔钱 这间教会 一定 丁 那么多问题 都没有 因为他始终有一帮 很中心的领袖 在 但是问题 那帮很中心的领袖 后来 都因为经济的缘故 要炒了 那些人 我说 他最后剩下的 工作人员 少到你不能够想象 如果以我估计 他最多剩下 最后剩下 三分之一 至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员 连他们最后 唯一的一个 去清洁 做清洁的 工人都要炒了 但是问题 那个工人已经是 叫做 真的做的工作 你不能够想象 大到多重要 你想想一个人去照顾 一个端 十万尺的堂 OK 即是有楼上 有楼下 有写字楼 一个人去照顾 里面 有一个堂 就可以坐 坐到一千百人 后来把它变成 一个的篮球场 另一个堂 就坐到成 二千人的 的地方 由一个人去做清洁 OK 但是后来都要炒 所以都很惨淡 看到 比我来说 一个很大的 教训 在我回来的时候 而 更重要的就是 当我研究圣经的时候 其实原来圣经有讲 关于一个领袖 他自己应该的 检点 应该要紧守 和小心 应该成为别人的榜样 另一个点就是 不借钱 当我研究了之后 这个就真的是 我发觉 人家是用血泪 甚至用他们 成千人的信仰 去买的 这个教训 在 我离开的时候 就 见识到 而这个可以说成为我一个很 深刻的一个记忆 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 但命令总归 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和无规的良心 无偽的信心 生出来的 在永生这路径 在永生这路径 千尝万病 人生 与一眼改门 消散 我心 令从未变清 让最初的爱 拆拦 似火不明 或伴有 或失去 仍得改我精进心中爱 热红红如烈火灯已知 燃烧纵朝标杆快跑到终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